花蓮市和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 今年缔结姐妹市第41周年 20号的上午阿布奎基市市长 则是亲自率领了市政团队 以及姐妹市基金会 一行人前往拜访了花蓮市公所 受到了市长魏佳燕 以及公所团队的热情欢迎 双方也就今年活动进行了规划讨论 期待能够顺利成行 20号上午花蓮市公所 拉拉爸志工拿着欢迎布条 以原住民族情侧嘹亮的歌声 迎接来自美国的贵宾们 而公所同仁也高举两国国旗 表示诚挚欢迎 花蓮市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 将在今年迎来缔结姐妹市第41周年 这次由阿布奎基市市长提姆凯勒 亲自率领市政团队及姐妹市基金会一行人 拜访花蓮市公所 受到市长魏佳燕 及公所团队的热情欢迎 双方除了相互致政伴首领 也带来精彩的文化交流 我们两个城市虽然距离很远 但是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天空之下 两地呢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像是自然景观 像是非常多元的文化 然后有赋予创新的精神 跟对于各种不同的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们也发现我们两次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 让我们两边互相拥抱 我们对于城市交流跟严谊的热爱 我们更希望我们将来的灵性能够更热弱 那在那边也有我们的国际热气球 那还有我们的Netface的片场 还有最著名的其实是有美剧的一个 绝命独师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都希望说有机会能够带孩子 或是我们社团跟我们企业 再过去做参访 那很开心的是 我们在前两年已经有 在线上的这个部分 已经有跟对方的公立学校 有做一个 我们华中已经有跟对方的公立学校 有做一个交流了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两地的 两市的一个部分 情谊能够长久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也是上任以来 第一次见到我们的 属于美国的一个姐妹室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美国是我们台湾 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的盟友 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 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情谊 阿布奎基市是美国新墨西哥州 人口最多的城市 更是全美国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 虽然两市之间距离遥远 但未来会持续在经贸、观光、文化及教育等领域保持交流互动 为双方开创更加多元的合作机会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